那一開始有三個speakers 那他們都講完之後 我們最後才中的討論 所以就save your questions 就是希望等一下半個鐘頭有非常好的這個討論 那我也要求我們的這個 這個 給talk 的三個presenters 要把握時間 今天在中研院這個地方辦這個是特別有意思 今天坐了公車 坐了快一個半鐘頭才到這裡 那當年在合一場合二場的這個緊急疏散的時候 大家知道王一學院的國藝中心是我們疏散的地方 那我曾經跟學院委員提過說 這不是個正確的地方 因為他如果從福島你看到這個他本身就是要被疏散的地方 那他的旁邊又有中研院 號稱是台灣的學術最高 那長期以來對和人學術 從來不關心 所以今天有這個會議 結果這個會議要開 然後剛剛Paul就講說 為什麼每次探討很冷的事情 都有那麼多的政治議行 還沒辦那很多人就很關心 所以這個事情也顯現這個事情的複雜度 我覺得非常好 那新北市今天有要來嗎 沒有 所以新北市拜訪 新北市有一些高級的官員曾經有一次跟我說 奇怪怎麼 在新北市的某個局處裡面有看到一個list 叫做反俄人士的list 那上面有我的list 哈哈 是榮耀還是什麼 我們這個國家對於這些事情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啦 大家去想想看說為什麼會 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些地方 那要把握時間就是 我真的希望我們等一下三個人都會做得到 在很冷災電的時候 時間是用micron-meat second在看 是用微秒在看 所以當然我們看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這個把握時間是 keep to the minute 就是那個時間要非常好 因為這個事情 等一下大家談的那個嚴重度在這裡 那 福島之後我自己有去過一次 那我的日本同事是 hate to take me there 他們都是一直找很多理由 說最好不要接近這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近到很多地方 那我們今天用福島為你 來台灣談這個事情 那我希望說 可以在你們三個這個開頭之後呢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婚姻很成功 所以首先第一個是 斯法農教授 這個 他現在在London School 不是很快的 是嗎 是嗎 安機會